远方的家长城内外设这组 离开宝定 来到了邢台市 继续明长城的拍摄 河北省邢台市境内的长城 属于内长城 是为了共卫京城 防止北方游牧民族 从山西进入河北 在北上攻城而修筑的长城 爱美丽中国 看远方的家 我们长城内外设置组 现在是行走在太行山的东路 明长城中的寄镇长城 有一段就是位于太行山上 在这个上面 有一个非常显要的关卡 叫鹤渡岭关 乍听这个名字 觉得很美很有诗意 但其实它名称的来由 是因为建造关卡的地方 山市险峻 违鹤可渡 这样一听 想象着那些先人 在那里建造长城的时候 是一件多么不容易的事情 而这一次我们决定第一站 就去鹤渡岭关 看一看我们能不能 沿着先人的脚步 一步一步地像先人一样 飞渡它 鹤渡岭关位于太行山的山脊之上 河北省内丘县 小岭底村的西北部 距离内丘县城约70公里 前往鹤渡岭长城的路 是20世纪90年代修建的 百游马路 方过鹤渡岭隧道 道路变得蜿蜒曲折 山体逐渐呈现出红色 山间云雾缭绕 犹如人间仙境 继续行驶约10公里 到达鹤渡岭长城 我们现在看这个地方 是非常空旷的 然后地上 甚至连碎石都不是太多 全部都是一些长万里野草 过去这个里面有建筑吗 根据鹤渡岭边城记 这颗古碑上的记本 应该是城上有楼 楼下有门 门有扁 门上还有刻的扁 扁那块扁就是鹤渡仙宗 鹤渡岭关城位于山顶之上 东面的山体埋在云海里 西面地势教环 关城的西南北三面 有近五米高的墙体 并没有感觉到鹤渡岭长城 为鹤渡可渡的奇险雄峻 我们沿着东边的矮墙 继续向前 感觉大不相同 您看 这是太壮观了 两边都是悬崖峭壁 但是在悬崖的交汇处 就有这样一个观 甚至我觉得这个观的 大致的形状 都是感觉把这个悬崖 给连接起来这样的感受 他造他的历史也很有意思 很古老的时候 就知道这个地方 是个很显要的地方 就不需要设防 不做官 到了明的嘉靖 二十年的时候 军事上发生的那些事件 就是当时的这个蒙古的 安达部 他要求给明代 互释通商 互释就是建立贸易关系 但是嘉靖皇帝并不同意 大同的官员 得知嘉靖帝的意图后 擅自把蒙古 安达的使者杀死 激怒了蒙古首领 促使事件升级 所以他呢 就是感觉 我的兵力呢 我还不够攻你 不够攻你的军营官 不能攻你的八达岭 是吧 攻不过 所以就从西边 从大同往南 一直攻到太原 攻到黎城 当然那次一场 很大的一场 这个等于这个掳掠吧 伤亡加掳掠 就20万人 就是汉多 山西黎城 距离这里 约200公里左右 蒙古军队 可以随时攻打过来 1542年 古行州地区的官员 带领当地百姓 修筑器贺杜林长城 由于东边的山石斗鞘 修建起来并不容易 你看 他讲了这个修的 艰心的过程 是吧 若土若瓦木 皆悬浮树里 嗜苦言 不乐于去 就不愿意干了 国公就是 在现场 只为了这个 这个官员 就剃气偏渝 就说 哭就都流泪了 来动员这些民妇 你要修 是吧 为什么呢 因为朝廷 就是 是为你们大伙 为保一方平安 来修 才修这个地方 干嘛不干了呢 是吧 如此内容详尽的碑文 在长城的诸多关爱中 并不多见 中国向来有 以文记事的传统 长城碑文 按照内容分为三类 一种是用来 记录巡视长城官员的 巡视碑 一类是简单记录长城 竣工的完工碑 还有就是像 贺杀林这种详细记载 修剪情况的修剪碑记 其实刚刚这个张老师 跟我们讲的所有内容呢 它都是有考证的 全部都来自于这几页纸 那这几页纸呢 其实是根据那个碑的 那个踏片 然后留下来的内容 是吗 对 所有内容是 是从一本书上 给截下来的 当时是谁 把这个碑上的内容 给记下来 这个是明代的一个叫 它的官职呢 叫做巡岸西官御史 叫王世翘 巡岸西官呢 就是代表中央 来巡视西 北京以西的几座关口 居庸关 子行关 倒马关 顾关 巡视顾关就会 巡视到这里来 他把他的这种巡视的结果 写了一本纸书 就叫《西官治》 正因为这个西官治 而留下来这些历史资料 和历史信息 张老师今年70岁 退休前是一名科技工作者 曾经在一次旅途中 历尽艰辛 终于看到了 屹立在山间的 古北口长城 被他古朴的风貌深深打动 从此对长城情有独钟 开始了对长城的研究 保护工作 就是因为跟这个张老师在一块儿 受他这个考古学者的这种考古精神 我第一次读碑的内容 读得这么兴奋知道吗 心感觉 您看这个上面就写着 门友乐时约 赫渡先踪 对 是不是这块石头啊 不是这块 不是啊 这块 他说的这块应该是什么呢 应该是门有门扁 应该是那块门 门外边扁上写的这个 那这个是 但这个也是从这儿来的 我认为啊 是是是 也许就是刻这个字的人 是看到那块扁 对 据实料记载 这块石碑一直立在关城之内 但我们没能找到 除了西面墙上两块磨牙石刻 偌大的关城空空如也 大概在这儿 大概回去 通过询问老乡得知 这里以前曾有一块石碑 但几年前被人移走 不知运往何处 下面半山腰的深浅中 倒是有一块石碑 不知是否是寻找的那块 我们从古道下去 打算碰碰运气 天色将晚 我们携带有机器设备 下山叫慢 老乡先下山 叫别的村民帮忙 一起去山间照碑 我们紧随其后下山 现在我们是沿着这个鹤渡岭关 往下走 虽然那个关 已经看不到古人看的样子 但是我估计咱们走的这条道 就是古人走的道 然后看到这两边这些岩石 真的是非常的锋利 非常的陡峭 而且我们现在走的这个路 其实山间没有下雨 我觉得严格地讲 它们就是云 每次一过来一阵云以后 这个云底下就有一片云 感觉好像是小空间里面的 有一场小雨一样 所以地上全部都是湿的 非常的滑 这要是过去 它们负重望上的话 觉得真的是很危险 很危险的这件事 所以这个时候 您的那个登山帐 就派上大用处了 这条古道是通往贺杜岭的关岛 长约五公里 是过去内秋一带 通往山西西洋的唯一道路 行走了近一个小时 遇到了事先下山的村民 他们说石碑就在下面深渐里 张老师执意要下去 由于山谷太深 加上山路湿滑 安全起见 大家商量后 决定由另外两位熟悉地形的村民 下到深谷拍照 但是你给拍碑的时候 碑的面什么样 你什么样 拍大一点 这碑是这么大吧 凑近一点 凑近一点拍一点 最大的介绍把它拍大 也不一定最大 最大你可能拍不了 你就是这样 至少你别这样拍 明白这意思吧 你拍到这样 你能到这样这么好 到不了这样这么着也好 我知道那意思 行了吧 OK 好 两位老乡很快 快消失在山谷中 等待两位老乡的时候 回望贺杜岭 发现两岸山峰对峙 唯有贺杜岭雄举两山之间 至此我们才彻底理解了贺杜岭观 以显致赛 为贺可渡的含义 贺杜岭的红色山体属于杖石岩地貌 杖石岩地貌主要分布在 河北省中南部的太行山一带 它和丹霞地貌 张家界地貌 是中国的三达沙岩地貌 杖石岩地貌除顶层为石灰岩外 多由红色石鹰岩构成 圆圆望去 赤壁丹霞 如贫如画 非常壮美 寂静的山前 只闻流水潺潺 空气湿润 而有清新 大约十几分钟后 他们回来了 刚才是因为路非常非常险 所以张老师没有亲自下去 我们就在上面等着 由这两位老乡代劳 谢谢你们二位 你们当时看了那个碑是一个什么状况 那碑都是一个 断了吗 没有 还是正体的 那个碑包装挺好的 包装挺好的 自来挺好的 那这个碑的名字 叫修赫豆岭 这个明镜 就是 石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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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石镜小记 小记 然后呢 那就是咱们刚刚走的那条路吗 就是这条路 对 就算是修这条路 都有这么一个小记 从老乡戴上来的照相机中图片看出 这座石碑技术的是嘉庆十二年 重修这条罗马古道的故事 并不是赫豆岭建成碑记 一提起这条古道 犹如打开了记忆的闸门 山下小林底村的两位老乡都很兴奋 是是 这座石的钉梯子上 钓铁 对对 马蹄 螺蹄 经常石到那个 哦 像这样的石到你看 就是不落墨水上 你看 是是 那些鞋它能有震光 对对 这就是落墨的 嗯 铁的硬 它就是勾一丝路的 嗯 这是计时捏 这工具上班捏的 您刚刚是说 在这个上面经常都可以捡到那些钉的马掌 对对对 就是马掌 就是可能都走了路上就走废了 就像我们人走了路太多了鞋都磨破了那感觉 对对就是那个事 你一个人该收我路 嗯 您说的这个情况就是在您小时候还是这样的 我小时候还是这样的 到20岁左右到旅游去都收来 尽管找到的不是贺杜林的祭石碑 大家也很高兴 一路的疲惫一扫而空 边下山 大家边咨询贺杜林碑的去向 通过多方询问得知 内秋县门管所 曾经把一块石碑转移到扁雀庙进行保护 得知石碑有了下落 张老师急于见到石碑已变真假 我们便连夜赶到扁雀庙 已经是夜里9点多钟 温度很低 我们的记者穿上了工作人员找来的厚外套浴寒 内秋县宣传部工作人员介绍 扁雀庙里存放有不少碑壳 这些石碑是文官所从各处搜集过来的 先集中放到这里 再妥善进行安置保管 几经查看 这块好像就是我们要找的石碑 城有楼 楼 楼上有门 楼下有门 没有乐时 月 赫渡仙东 太棒了 我看见它的那个应该有那个标题 抬头 抬头在哪 在这个角度非常 这边 这个光线非常有意思的啊 这很不清楚了 不是 这个光线是非常有意思的 那个张老师您来看一下 它这个地方那个 它这个地方还真的不是那个贺都岭 它写着是贺都岭 就是贺都岭 是吧 我看看它 贺都岭 贺都岭又叫贺都岭 这和石料记载相同 杯上的修建年代也相吻合 确定这块就是贺都岭上的那块石碑 虽然石碑上部的字迹风华严重 但是其余部分杯纹还是非常清晰 和膝关制上的内容相同 以前如果要是我在任何一个游览景点 看见那儿树着一块杯 可能会用最短的时间瞄它一眼 然后就匆匆走开了 从来都不会认真的去看它 但是今天这一天的工作下来 我们所有的目的都是为了寻找这块杯 可以了解这块杯上讲的是什么 然后最后在深夜的时候 我们找到了 这种心情真的是很难形容 特别的兴奋 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 对一块杯产生这么深厚的感情 找到了欣喜多日的石碑 张老师终于达成了心愿 他要把关于贺都岭的碑文记录下来 让更多的人了解 贺都岭长城的历史文化 这是在内秋西关窑址中 发掘出土的透影碑 我这个一对光了以后就觉得 整个遮住了 把光源给挡住了 在梅花泉的发源地 欣赏梅花泉的独门兵器 有两个那个重心 就是站一看还以为拿到了 觉得这样拿才更舒服一些 远方的家大型系列特别节目 长城内外第四十二集 鹤渡寻踪 行舟仿骨 正在播出 唱油 黄河入海 领略 湿地风情 感受 原始生态 品味 沧海桑田 浩克山东 黄河入海 欢迎您 地处太行山东都的邢台 古称行舟顺德府 有三千多年的建成史 古行舟地域留下 丰富的历史遗存 离开扁鹊庙 我们来到了行舟博物馆 行舟是中国最早的白瓷窑址 为后世的花瓷 尤其是彩瓷生产创造的条件 和月瑶并称为唐大两大名瑶 我刚溜大一圈 我觉得这个特别有意思 因为乍一看 就觉得怎么跟咱们祖先 长那么不一样呢 一看像个外国人 这是一个希腊人 希腊人 我们叫它白桃 这个白桃它是两种功能 一个是作为佛教或者建筑 另外是作为名气 随道 行舟产品种类丰富 按照胎提幼色可以分为 黄幼瓷 绿幼瓷 粗白瓷 细白瓷 三彩幼桃等十二种 行舟开始于北朝 鼎盛于唐朝 绵延近千年 其产品种类繁多 以白瓷而闻名天下 这个就是非常典型了 通体洁白的白瓷 这过去应该是拿它装水的吧 它装水也可以 装酒也可以 装气 装粮食 以食用为主的这种器皿 所以我们看到口不大不小 并且有个唇出来的 是是是 我们看它像不像人的嘴唇 有个唇 你刚刚说有个唇 我就觉得很形象 对 它的腹部上面是非常丰满的 这符合当时社会风上一胖未美 这是行舟出土的唐代细白瓷冠 圆唇 短颈 封肩和骨腹 是唐代行舟瓷冠的主要特点 行舟器物之作归整精细 右色银白天静 看上去雍容饱满 而又凝重大方 唐代行舟白瓷的产量巨大 畅销全国 其中最为出名的是透颖白瓷 这些我们看到都是一些白瓷的残片 这些残片在外行人眼里 可能就觉得完全不足为道 但是其实在张老师他们眼中 哪怕只是一些残片 但都是宝贝 这是历史没有记载的 行舟随代的透光白瓷 这就是著名的透光白瓷 对了 对了 它的价值就是把中国的透光白瓷 体现了一千多年 它是随朝 那透光白瓷怎么看出来它透光呢 可以这样看 你看这个灯光一个是看到光 然后手放到这里可以看到影子 对 特别像皮尔系啊 对对对 太明显了 那您拿一个不透光的 比如说像这个不是吧 这个是唐代的 你看厚度跟这差不多 我来拿这个 这个完整的 然后您来拿这个吧 对比一下 其实要看这个外表的话 觉得这个是更白一些 这是哪个年代的 唐代的 唐朝的 您这个呢 这是随代的 随代的 但是透光白瓷 我们来对比一下 我这个一对光以后就觉得 整个遮住了 把光源给挡住了 可以小心一点 什么都看不见 透映白瓷的造型 主要为碗和碑 这是在内秋西关窑址中 发掘出土的透映碑 碑岩滩体的厚度 仅为0.7毫米 其碳又组成 已经接近于 清代初期景德镇白瓷 我们到的时候 刚好赶上 邢台式文物交流展览 没能看到实物 我有一个疑问 张老师 这是一个瓷片 这是一个完整的碗 我们刚刚已经看了 它是不透光的 但是其实我觉得 从这个横界面的 侧面来看的话 它们的厚薄是差不多的 为什么这个就完全不透 但是这个就 透光性那么好呢 这就比它原料不一样 它这个是我们 就是用高领土 一种土做的 它的摩莱石含量非常高 那么这个呢 透光白瓷 它是用石英 长石和高领土 三元系配布 让它配出来的 那么它这里面 有好多溶碑的成本 那么它就是把它 融成像玻璃一样 这种 是这样 所以还不只是 像我们想象的 说它做的薄 透光 是它里面那个成分就不一样 高温烧制以后 它会产生变化 变成比较透明的材质是吗 对 它里面的液态都多了 所以说它在透光 邢台当地盛产 至此所用的高领土石英 再加上隋朝时期 帝王对器皿的要求很高 促进了透影白瓷的发展 如今通过对 行窑瓷记的研究 人们早已经掌握了 行白瓷的制作技艺 制作出精美的白瓷作品 我们来到邢台市行窑研究所 在一个展览室里 我们看到了张志忠制作的 行白瓷作品 这是看着唐代人的 行窑的造型 复制的 是 这个咱们在博物馆里 不就看了吗 对 对 对 当时不就说它这个纯景 都特别的美 对 对 对 然后这个的确是 我觉得特别美好的是 我们在博物馆里面 看的是出土的 就是一千多年前的那个白瓷 它的色泽已经不是那么光亮了 但是您复原了它原来的造型以后 还重新给了它 非常鲜亮的光洁的这个外表 所以这个就是 仿古作品的一个好处是吗 它可以让我们看到 过去的那个瓷器 在新的时候是什么样子 对 对 对 相较于博物馆里古老的器物 眼前这些瓷器 圆润光洁 静影剔透 真正做到了唐朝鲁语 在《茶经》中所描述的 行词泪淫似血 像这个瓶子 给它取的一个名字 特可爱 叫天使 是因为上面 这个一个小圈圈 像它那个天使 头上的光环一样吗 两个寓意 一个是把它就是我刚才说了的人性化 看得像一个美女一样 那么唐代的追求的是一胖为美 所以它的腹部你看是非常丰满的 真的 你看这都是唐代的风格 胖胖的 到了宋代就瘦下来了 然后在上面我们又把它绣了 绣起来 然后静加长 那么又符合咱们现代的一种审美的要求 所以说叫它天使 当然也有一层意思 它形容曾经作为中国的产品 到运到国外 销售到外国 海外 那么它实际上是一种使者的身份 文化使者 所以这叫千石会的景点 这件天使作品 曾荣获第十届中国陶瓷评比银奖 也是张老师最满意的一件作品 形白瓷在陶瓷行业行情看涨 张志忠老师每件作品的价格 都在几万元不等 张老师说 如今喜欢形白瓷的人很多 形台当地有不少人 投身于形白瓷的制作 经过大家的共同努力 古老的形白瓷又重新焕发出光彩 在梅花卷的发源地 欣赏梅花卷的独门兵器 有两个那个重心 就是站一看还以为拿到了 觉得这样拿才更舒服一些 远方的家大型系列特别节目 长城内外第四十二集 鹤渡寻踪 行舟仿骨 正在播出 太行山东路的形台地区 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 这里的人们有上午的习俗 距离赫渡岭关不远的后马庄存 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梅花拳的发源地 我们来到邢台市平湘县 游兆江后马庄存 找到了梅花拳 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 保护协会的会长田建文 田师傅今年47岁 是梅花拳第十四代传人 看我们远道而来 田师傅非常热情 欣然给我们展示梅花拳中的成全 梅花拳因最初多载梅花树下系列 所以被称为梅花拳 包括纹理和武功两部分 纹理指导武功 以武强身以德育人 武功分为架子 成拳 拧拳 和器械四个部分 架子是基础 拧拳是两个人对打 成拳则显示了梅花拳的威力 田师傅打的是成拳中的梅花炮锤 以攻击为主 拳力威猛 动作舒展大方 这个就算一套打完了是吗 非常地辛苦 你打那个部分中 我自己的感受就是觉得 我看你有一个动作是 从这儿到这儿 就这样一个简单的一个 就是假肘的动作 好像都听见碰的一声 是这个地方撞击的声音 它的一举一动 你还可以翻手 这都是有积极作用的 梅花拳内外兼修钢流相继 既有南拳的钢猛 又有北方内加拳的功力 要求习武者长期不屑坚持练习 梅花拳有一种武功法 其实而是钦纳 它这个钦纳说 就是外勺用的直立 直立 利用翻管则 点穴法 是这种功法 还真的有点穴法 对了 有的 我从前练习这个直立是吧 病人做复活程是用受胀的 我是用指头的 就是啊 所以说用这个指头 它都不一样了 咱们做复活程是这样的 而且您是 而且不是这样的 对 不是这样是这样 要用指尖 这样的 田师傅如果要是这样的话 其实就已经很用力了 但是如果这样的话 它力量更集中在哪 它集中在指尖 您现在还能这样做活程吗 还可以 做那几个我看一下好不好 还能做个十个吧 这个真的太厉害了 完全是在指尖 就是第一个指尖 它是弓起来的 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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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田师傅说 梅花拳练习指尼 主要是为了提高自身的功力 尤其是加强点穴 和勤拿反关节的功力 那您到这个岁数了 这一辈子当中 有给人点过穴吗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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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不是白练了吗 这不白练 有的时候谁哪里不舒服 我可以帮他按摩一下 明白了 就是把进攻别人的这个作用 改成了是为别人服务了 梅花拳从明朝创立开始流传至今 已经有数百年历史 如今天田师傅的家里 还珍藏有梅花拳的传承谱系 这个看着有年头了 对 很多年了咱们报信了 这个谱系上面寄的人是都是 都是理的梅花拳几次 梅花拳在我这一代来说 他们都是先师 梅花拳他很呆 咱们梅花拳的这个创始人 我们都说是祖师爷 祖宏义 他是从第三代开始 他奉天地为第一代 奉他的齐孟老师为第二代 明朝崇祯末年 梅花拳创始人邹弘毅 拜江苏徐州的武林高人张三行为师 学习武艺 历经述载 把其传授的拳法与家传武功相结合 容周一八卦于拳礼 画阴阳五行于拳法 创立了梅花拳 田师傅说 大家每天都会在广场上 练习兵器和拳法 我们便跟随田师傅 前往广场 这些孩子都是本村 以及附近的孩子 孩子们正在打的是 梅花拳中的武士 来来 队长是不是 你的个头在里面 相对算是比较高的 你是小队长吗 你给大家喊的 你自己练了多长时间 一年多 是吧 那你就带着小朋友练 田师傅介绍 早在1936年 梅花拳弟子就曾经参加了 在德国柏林举行的 第十一届奥运会 进行梅花拳表演 1988年汉城奥运会上 中国梅花庄工 作为中国民间竞技项目 在开幕式上进行表演 后马庄也因梅花拳 而闻名似零 害不害怕 害怕吗 有点害怕 有一点害怕 很诚实我觉得 我注意到你的腿有的时候 会稍微抖一点 可是我看你整个人 那个气势 还是非常沉着淡定的 你在上面到底害不害怕 我要说害怕 是不怎么害怕 但是因为毕竟走得少嘛 所以不得害不太晚 王彤彤和李帅张 都是后马庄人 从小耳濡目染 非常喜欢梅花拳 他们俩平时主要练习兵器 并进行部分站桩的基本训练 田师傅介绍 练桩是为了提高 腿部的力量和韧性 分为桩上和桩下 梅花拳的桩下 主要是练习闪斩棚膜 攻防进退和贴身靠打等技法 随着水平的提高 木桩也会从36寸 下降到33寸 达到最高水平时 木桩膏仅为28寸 桌上是提高到功力的一种 练技机 练这个攻击性的身法步法 它是在桌下 所以有些人觉得 这个境界高是要往上走 但是在梅花拳当中 觉得境界高是要往下走 越往下越考验功夫 越考验人的定律 是吗 练习场上 孩子们进行梅花装基础训练 搭人们在练习各种器械 器械是梅花拳的一大种类 主要由古代兵器演化而来 除了常见的刀枪剑技 勾叉 辅月等18般兵器之外 还有一些特有的器械 我看一下 你这个兵器也很奇怪 对 拿在手上我都担心会戳着自己 对 这正确的方法应该这样的 这样的 它为什么 哎哟 这个感觉好像有三个枪呢 是吗 三个枪头 一个本 一个什么 哦 不好 就这样敲的 对 来 田师傅给我们解释 它这个兵器它叫一奔三枪 这是奔槽 就是木家用的奔槽 这三个枪杓 这就是咱们那个 梅花拳的那个小法 那个兵器车 车上的那个秤子 它验化车 徐清存是父亲徐田庄人 一奔三枪这个器械 练习了三年多 我来拿一下 它特入个方式 这个真是 太奇怪了 哎 这应该怎么办 这啊 对 这枪头就在外边 不管从哪看 往下看 往左看 往右看 全都是兵器 觉得好危险 后面还有 这个拿着手上 最明显的一个感觉 就有一点头动脚轻 是吧 这个兵器 它的那个重心是在下面 你看上面 有两个那个重心 就是站一看 还以为拿到了 觉得这样拿 才更舒服一些 但是它要这样拿 梅花拳器械 既可以按照套路训练 也可以没有定手定步 按四门八方系列 我刚刚听您说 说这个是什么 从什么车上来 是兵器车上 兵器车上拿的 对 还有很多宝贝 在那兵器车那儿 是的 那您带我就看一下 谢谢您 好嘞 这是兵器车啊 对 把它拆开了 任何一个部件 零部件 全部都是兵器 您的意思是说 把这个车整个给拆了 是吗 对 是这样 拆开了以后 所有的零部件 都是兵器 刚刚那个大哥 说兵器车的时候 我以为是 运送装载兵器的 一辆车 但是没想到 他说的兵器车的意思 其实是指 这个兵器装起来的以后 就是一辆车 就是一辆车 拆开了以后 就是兵器 这不就是传说中的 变形金刚吗 是吗 原来就是 在我们老祖国的时候 就已经发明了 变形金刚了 田师傅告诉我们 清朝初年 梅花拳的创始人 邹鸿毅 为把自己创立的梅花拳 发扬光达 离开徐州 推着小推车北上 几经辗转 最后定期于 平湘县后马庄村 设立全场收图传译 期间 小推车上的各种零部件 也都演化为兵器 传承下来 这也是兵器 这也是兵器 太奇怪了 这是盾吗 既当某又是盾 它就是这个车上 这个部位 来来 过来看一下 可以很清楚地看到 是这个车的这个部分 护栏的部分 护栏啊 就是说 比如说这样一辆小车 其实不难 就是如果要是 没有遇见敌人的时候 这个地方可以装一些 粮食啊 货物啊 装载用的 但是一遇到敌人的话 立刻拆下来 拆下来就是兵器 器械式梅花拳中 非常重要的一项 仅小推车上的零部件 做成的兵器 就有46件 田师傅说 以前这个小推车上 所有的零部件 都能拆卸下来 后来为了保护小车 就专门依据车上的零部件 重新制作了这些兵器 我觉得你们这好像是 在自由选择兵器是吗 那你们是18万5亿都会 还是指 就是谁固定 哪一种 不是固定 不是固定啊 就一个人会好几种 好几种 那这个我现在一看 那个兵器本能的 就会想到那辆车 我就先想想 是那辆车的哪个部件 这是什么部件 这个部件 这就不是车上的 它的零部件了 这叫什么油瓶箱 就是以前推这个控车 它以前没有周承 都是硬膜的 它是盛油的一个瓶子 知道 有个尖去那轴扯上去告油 其实就是给人家 点那个润滑油的 对 就是点润滑油 点润滑油的 也能够当兵器 对 它是一个油瓶 田师傅介绍 在过去油瓶箱的枪身里面 可以装燃烧的火油 除手柄外的另外两根煎柄 是两根利刃 遇到敌人袭击时 可以随时把装满火油 和带利刃的油瓶箱 投掷出去 如今经过三百多年的发展 梅花拳 早已经从创立之初的 进攻防御为主 发展成为 以养生健身为目的 男女老少都可以细练 您好 大妈 大妈 好关注哦 您好 您假 可以啊 叫您 我真的大点滑出来了 您说会儿吧 您这个是假的 我放心多了 您耍大刀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 听一下周围人喊您 没事 没事 我看不着 毛头就是累 那个 您练这个刀 练多少时间了 练有二十六年吧 刘霜平老人 今年七十一岁 其练大刀已经二十多年 他手中的这把兵器 叫春秋大刀 也是俗称的炎月刀 那您五多岁 开始这个洗舞的时候 就是洗洗拳就行了呀 为什么想着还要练一轮兵器呢 为啥 现在看着练着身体 对身体好 他喜欢这种 喜欢着对身体好 喜欢大刀啊 练拳也是对身体好啊 对什么要选大刀呢 这大刀就要扰了 这个姿势少不去就变了点姿势 练拳也从根去练几本工 它因为水腹大了 练那种基本工它受不了了 接受需要 所以它拿大刀啊 比方比方五动五动 不用练几本工 就可以增加运动的 哦 知道 就等于多了一个道具是吧 他可以真是耍大刀了 在耍的过程中 其实肢体就已经是打开了 是你看那都动 是吧 哎呦一不腰疼 一不腿疼疼 真的啊 你四个刷了 刷不就都腰疼腿疼 我刷什么的 哦 真的好骄傲呀 真是七十多岁人了 腰不痠腿不疼的 可不就得骄傲吗 是不是 田师傅说 这些器械 平时都放在兵机库里 根据天气情况 村民们每天晚上 或者下午进行练习 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梅花拳已经于2009年 走进校园 越来越多的孩子 自开始练习 如今梅花拳的洗练者 已经遍布世界各地 我们也希望长城脚下的 这门传统武术 在这里继续发扬光大 让更多的人领略到 中国传统武术的魅力 在这里继续发扬光大 我们也希望长城脚下的 在这里继续发扬光大 这些器械 在这里继续发扬光大 这些器械 在这里继续发扬光大 以后继续发扬光大 澎湃 期盼我长风万里 五千载平泽接牌 一方青转一曲万月内 此牌 期盼我装置豪迈 闻明天此情可待 山河如花水影前 悠长天来